漫威里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在复联二里 众人都试着举起雷神之锤 但是除了美队为了给雷神留个面子就稍微动了一下之外 其他人都举不起来 轮到寡姐的时候 他说他并不感兴趣自己是否举得起来 其实在漫画里 寡姐可是实实在在的举起过雷神之锤 成为除了剪之外的另一位女雷神 知识二 在雷神二里 雷神和女友回到家中 在这个镜头里 雷神把曾经众人拼尽全力都举不起来的雷神之锤挂在墙上 这引起了很多粉丝的不解 后来在漫威官方的解释中说道 没有意识的物体都可以举起雷神之锤 知识三 大家都知道狼叔有一件帅气的皮加克 这件衣服是当初狼叔遇到好心收留他的农场主夫妇送的 然而这对善良的农场主夫妇 却被史翠克上校派来的零号特工给杀害 为了缅怀这对善良的农场主夫妇 这件皮加克狼叔穿了大半辈子 知识四 美队为了拿到心灵权杖 在电梯里说出那句九头蛇万岁 让很多粉丝都大呼过瘾 其实在漫画里 美队从小就加入了九头蛇 后来在九头蛇和神盾局之间周旋 之后还当上了九头蛇的领导